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棵非常娇小的石壶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所谓的霍山米壶 也叫霍山石壶 当然它这个名称是以它的产地来命名的 因为这种米壶的话主要生长在安徽省霍山县 所以的话就以它的产地来命名这个石壶 这种石壶的特点的话 首先它是非常的矮小的 像你看我这个用我的手指来比较一下的话 差不多我半根手指的那个长度都没有 你看就是这么小的 它就已经开花了 这是一个花苞 然后这边的话已经有一颗 另外一个花已经开了 而且这个花非常的香 虽然它的花小 其实它花也不小了 相对于它的植株来讲的话 它的花绝对是不算小的 但是非常的香 整个植株应该说是非常的矮小的 我这个的话 其实还不是很明显的那种养得比较壮的 因为养得比较壮的话 它这种那个直径的话是会比较大 然后看上去感觉非常的饱满 那种是养得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霍山石壶或者叫霍山米壶 它的出名不在于它的这个植物本身 而在于它的药用价值 因为那个霍山米壶在中药里面是一款非常有名的中药 同时的话 它也是可以实用的 主要是中国人讲究那个药师同源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我自己觉得 但它确实是因为那个它的药用价值出名的 而且这种霍山米壶的话 现在属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不是二级保护动物 二级保护植物 所以的话野生的米壶现在是禁止采挖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人工培养的品种 像我这种的话应该就是人工培养的品种之一 人工它在原生的环境中的话 大概最适合的生长温度的话是在15到30度之间 然后需要的湿度要在70%以上 像我们在家庭培养条件下 这种条件肯定就是温度的话可能还好 但是那个湿度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这里冬天家里的温度最多也就50%左右 还是在用加湿器的那个情况下 如果不用加湿器的话 也就湿度也就百分之二三十 但是即使这样它还是可以生长的 也就是说其实它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我这里好像又发现 这应该不知道是一个花芽还是一个叶芽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它的家庭饲养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尽量的模拟它的原生环境 它原生环境就是生长在比较那种悬崖峭壁边上 然后和苔藓一起共生的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 苔藓能够帮助它那个保持水分 然后悬崖峭壁的话 保证了一定的通风 然后又是比较透水的 所以的话我这个石壶就是看用的那个桃栗拌水培 用了一点那个石头就是扶石那个铺面 所以它还是比较适应我现在的那个家里的环境 所以的话长得还可以 所以就开花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这种霍山石壶当然是不是太耐寒的 所以的话如果家里在家在北方的话 就是秋天的话要让它早一点露室 差不多五度以上吧 就是室外的温度五度以上就给它挪入室内 当然夏天的话是它的积极生长期 最好把它移到室外去 让它接受那个阳光雨露 其他的那个施肥啊 浇水啊和和我别的兰花啊 其实是一样的啊 差不多这个除水沉的水干了 我就会给它浇水 好了 然后施肥的话差不多 一做一次两做一次都可以的 因为我淘汰半水培 还有一次就是要用清水冲洗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给它施肥的生长温度 就可以 它就可以会回馈你这样 非常不厌力 但是非常花香浓郁的 这样的花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